香港在此放寬物業按揭 今次就沒有大刀撥撥 只有瘦瘦寶寶 資源金管局旗下按揭保險公司 在星期五修訂了按保計劃 主要將範圍擴大 一來按保計劃擴展到合資價的樓花物業 二年可成造高成數的最高物業價值 就提升到3,000萬 在開講之前 幫忙點讚訂閱支持一下 以前樓花多數是減期便宜 才會用到高成數按揭計劃 而修訂後職工的樓花 亦都有機會做到高成數按揭 只要合資價的話 就是屬於與售樓花同意書的項目 並且在12個月內會落成 審批的資格就會跟落成的物業一模一樣 至於俗稱的舊契重建項目就不包括在內 當然如果物業未符合上述的資格 按揭保險公司都會因應風險的因素 去逐個考慮 俗稱的case by case 這個在銀行的按揭業是很常見的 第二點就比較厲害 就是高成數可成造最高物業的價格 提升到3,000萬 3,000萬的樓 你買什麼都行 修訂後的按揭計劃都是以樓價去劃分 1,000萬或以下合資格的樓花或現成的項目 最高可以借9成 1,000萬至1,500萬就可以借8成 最高上限是900萬 以較高者為準 而1,500萬至3,000萬的物業 最高可以借7成 或者上限是1,200萬 以較高者為準 對比之前最高960萬或5成按揭 其實提升的幅度都有存在 最主要是針對中高檔的豪宅市場 和新樓項目 今次政府放寬的按揭成就只在舊市 不過這個措施的成後我相信不大 因為都是小收小半 工作有限 今期就說到這裡 我是Luis 我是下期見 拜拜